歡迎回到最新一集的老嶺講影視 就是這個No Be Wrong 第三、第四集的港股式吐槽加這個 吐槽大會啦,吐槽大會啦,吐槽大會啦 我是阿謙,我是大王 這次真是用阿寶哥的,這次要我見的不用支回去 要回本啊,要我叫我厲害的才能走 唉,真是這個No Be Wrong 我以後只會叫這個名字 我不會叫其他名字 上次兩節我們都是用恥笑的心態去看 都沒去到很生氣的 但是看完第三集之後 我簡直是要生氣到用這個時王的心態去看 在我眼中他的評級已經是時王評級 所以為何叫No Be Wrong呢 這一個叫Anna Kenobi 我當作是平衡宇宙來的,不是那個宇宙 想說的,又公平一點說 第三集我們只看得生氣,第四集看得很開心 第四集就是渠國隊長 第四集好像看過渠國隊長幾集 我笑得很開心的第四集 所以都是用這個時王的套粗式的介紹方法來講 講故式套粗 那才聲明第三集是屎呀,屌你老母 是垃圾屎 是屎呀 第三集是垃圾屎 唉,但是坊間有很多人第三集是打了飛機的 原因是因為黑武士真的走出來 所以很多人就追到一地都是,你跟我說這一集沒問題就沒可能 是你腦有問題 我覺得現在這幾集是,你講沒問題你有問題 Sorry,我已經這樣想了 已經不是設定問題,是基本拍攝,劇本邏輯通訊,角色處理CG 和鏡頭沒有一樣東西不是有問題的,屌你老美 我覺得這集聲志是另一個創舉來的 他是拍攝了有史以來,最沒氣勢的黑武士 如果你說這個黑武士很有氣勢,你是盲的 即是隔了那麼多年 一個影響了你serious,這麼多年的人物 黑武士再出場,你請了Hayden回來 你搞這麼多樣? 你對不得住你自己呀? 唉,那叫做道獨地,講了大概intro這集 怎樣都可以 我媽媽就再說 首先回來,其實就接到第二集 三妹拿著劍,整個川島方寺 我殺了那一位,這個混蛋,這樣接下去 還堆了大判一夜 又查不到那些自動貨櫃車的路徑 說得這麼冷漫,然後整個藍都沒有去追 那也算是差數了 然後就轉回鏡頭去Obi-Wan 很不合邏輯和設定地知道了這個黑武士 原來Elegant之後 其實他也不知道黑武士 他好像假裝不知這個是什麼人 但他在黑武士一見就知道他是Elegant 那... 還是本身... 沒有了,這句話就說了 又想請師傅上身 師傅 可不可以用原力推駕車快點啊 哈哈哈哈 那Layer這位可以的 我知道的 他在這裏解釋原力那件事都是很奇怪的 不過這些都是七八九一直以來就說 只要有心人人都可以用Force那些就夠了 那我們鏡頭一轉就去到黑武士出場 這裏解釋多年沒見 特意請了Hayden回來 又見他又是重造他欠褲甲的樣子 雖然看到跟Rebels一樣 他英俊了很多都不緊要了 但是呢 那十九幾年 一個這裏解釋有影響性的角色出現 你不敢用帝國進行曲 你幹什麼傻子啊 你不用這首音樂 我覺得已經很糟了 可能很多人說 神經病你不讓人轉歌嗎 不讓 所謂黑武士出來 你沒有這首音樂 你已經沒有氣勢 這首歌已經是... 一聽到那個節奏 大家已經感覺到黑武士 已經是兩個好像共同的一個關係 你不用這首音樂 其實你不用這首音樂 你還要本身那個... 那你說可不可以用這首更正的歌 不行啊 其實那首音樂你撐不出來 撐不出來 撐不出來 那就是了 他沒有一些Iconic的音樂 對呀他做不到 他做不到那種標誌性的一段音樂出來 就是弄一隻不知什麼音樂下去 那你不如用那首更好 喂大哥 你不敢聘請了... 配合大師 對配合大師回來 配我這樣配手 這麼無迫力的音樂 對呀 好像聽Wonder Woman 一個八成輕燒馬 不知道配了什麼出來 完全有那個feel 那黑武士出場 那時候我也覺得 算了 算了 說不定很開心 那你就會看到 那在一個充滿熔岩的地方 在一個base裡面 應該是不知Vader才能基地 那我開個Skype 就跟這個三回溝通 第一下我覺得有些奇怪 不知道大家覺得不覺得 黑武士的聲音是有些奇怪的 嗯... 這裏我不太覺得 這裏我就... 我也不太覺得 可能我不是太留意到這件事 我那時候已經覺得 他的聲音 這麼說的 原版黑武士的配音員 其實都年紀很大了 我在想是不是 他用Haiden的聲音再調整 還是怎樣的 但我看他好像是找回去來配我 是 因為他沒有其他售貨 他經常傳到一些 找回去配的 但是我始終覺得自己... 可能他配那件事 已經有少許不同了 也是 但是通話跟三妹說的 實在太好笑了 大判實在太慘了 三妹只是簡單說一句 大判的死是他們負責的 我一定會找到他們 大判不要緊 大判這些不重要的 是 大判不重要 OK 然後呢 黑武士的意思 我看好你 你好好地地 和我搞定這件事去 到時大判的位置 我就讓你坐 那類似的內容 不是不行 但是呢 這裏為什麼我不太留意 黑武士的聲音 因為我留意了另一件事 三妹這位演員的演技 真是好難得 就是我不知是導演 街頭的差距 他自己演了差 我後面再說 他這裏 黑武士說了這麼重要的事 他的表情是不知做什麼的 他的表情是像什麼呢 像是你設了一個 Webcam 和人家準備 Skype 的時候 那個Webcam 設定好微 你會很疑惑 好像沒有 對面好像看不到我說話 他的表情很疑惑 他那種疑惑 他那種疑惑的表情 你是不疑惑 跟黑武士說話 即使黑武士說 你搞定自床 讓大判的位置你坐 你那一刻應該是有點激昂 就是有點激動 哇 上位時間來 但是他的表情是 好像剛才沒有人說話 好像聽不到 那什麼樣子的表情 他像什麼 像Tommy Weiss 連對白 是 Did not hit you 他真的像 看到Hitter那一刻 有幾次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這件事是 你有幾個方向可以表現的 你表現到你很害怕 因為黑武士 是你老闆 你怕被他抓到是你搞的 是啊 但是他沒有 他是一個 摸一面的表情 還有有一句對爆 希望大家是記住的 因為一會兒都會提到 就是 Fail me and you will regret 你這混蛋呢 有什麼混蛋 抓不到OB-Wan呢 你就混蛋了 以黑武士的標準來說 扑街混蛋是什麼 你看到他們 就真的會死 一下子就打死你了 大家看回電影 帝國的軍官 他下咀也打死他 是扑街混蛋的 然後有個 真是 這件事禍了 他說 我去跟Rader帶人道歉 一走過去就打死他 然後他說 我接受你道歉 那一刻是扑街 很喜歡的 現在黑武士的標準 就是這樣說 當日三位的表情就繼續 我覺得這樣大件事 你又一來害怕 二來後面跟你說 你有機會升職 是不是會給一個 這樣一個表情出來呢 我真的覺得 很神奇 他的演技很厲害 我們回到Lobby Wong 這個 在一個貨船裡 都是他 你說得明是一個很慢 自動化 設定了目的地的貨船 那些判官是沒有 坐上架滅星艦去追他們 邏輯上是不通信的 那他們就沒有派追兵去追他 沒有查一輛去哪裡 他們是查不到一輛有固定船旗的船 去飛去哪裡 然後呢 他們整班的開會 就是他們坐著那輛16號巴士 寫著總站在哪裡 你不是認識總站去看的 對 他們開會就在那裡說 糟了 現在OB-1去哪裡都可以 在船那裡 對 中間搭氧氣罩飛了出去 然後三位走出來說 我查到了 他那輛船是有船旗的 我查了九巴路線圖 那裡有三個站一定會到 我們派偵察機去 終於想到可以這樣做 然後阿韓又捉著他 閉嘴 我不會相信你說話 那路線圖真的定了嘛 你平時騙車 你以前騙車 你都知道哪個point 一定要驚訝 韓哥 其實韓哥 我都挺喜歡為演員的 但那部真的很噁心 他的表情 那些對白 還有他用原力 鎖著三妹的姿勢 很噁心 搞笑的 應該是導演不知為何要他做些什麼 大家見過他做得OK 他做得很帥 他做到一個流螺 其實他流螺不是不行的 但總之都是怪的 總之都是 而且他把三妹整個十字假形拍在桌面 三妹是沒有任何表情的 沒有任何害怕 沒有任何囂張 即是他的語氣是說 你搞我又怎樣 Vader大人託付我的 你敢搞我 其實他應該是一個囂張 但他是沒有表情 全程Pokerface 然後韓哥就說 你竟然跟Vader大人玩Facetime 你錄不住我 我沒有搞錯 不group chat 我很懶惹 而且我覺得三妹的表情要這樣 你很肯串 其實我覺得他的時刻 應該要做一個很兇狠 很兇的樣子 他是做不敢做的 全都撲著嘴巴 不知道做什麼 三妹很喜歡撲著嘴巴 我真的不懂演員 喜歡撲嘴巴 還有就是 你大聲不代表你有演技 他應該覺得是大聲有演技 他應該覺得是 還有這一幕是為什麼 你踩了會不會知道 然後就要特地說 我們派的偵察機 最重要的是什麼 兩個沒有被偵察的 你們兩個身為一個判官 他按你一個按你一個 真的 我真的覺得好笑 那這裡 你真的覺得有什麼理由 你那些定點的東西 你那些人沒有人想過去查 這件事真的是很狠狗 這件事完全是 這件事已經是邏輯問題 這個狠狗之前 是他們在封城的時候 就是封漏了那個刀 是啊 就是漏了那個洞 被人走 封完之後就剩下那個洞 是跳過那次才會這麼忙 我猜不可以看第二次 想不到他見到那個真人版 其實這個角色 我記得就是拍了Lobie Wong那邊 Lobie Wong的船真的去到那個抗產的星球 下機就發覺只有機械人搬貨 亦都發了一個集合的地點 會有人來接應你 接應你 Layer也是扮成一個很煩交的小孩 這集全程都是煩交的 那他們兩個就扮了兩副女兒 我們是龍文 你是我的女兒 要用假名的記住 用假名 我想說一個想討好小朋友的角色 就不應該這樣說 不過沒關係 你想演到Lobie Wong是一個 扶權壓迫這個小妹妹 對 Layer才是一個 strong woman 可以解決其他的危難 十歲的智力都好 那Lobie Wong 我不介意Layer這些位置可以做到事情 我也是可以 因為你有看四五六 你也覺得Layer應該是這樣 但你不用做Lobie Wong 就真的變成Lobie Wong 他真的完全將Lobie化了 好像智障一樣 你不知道第四集那個Ben是怎樣來的 我一會兒會解釋 一會兒會解釋 他們兩個在等一會兒說 沒有人來的 被人出賣了 他們兩個想走路走 但同時又看到有一輛 好像貨車一樣的經過 終於看到一隻外星人 真的不要說沒有外星人 有一隻 在那隻外星人之後 Layer就走過去問 我想問問去碼頭是去哪裏 然後那個外星人就說 不知道前面怎樣過去 然後又說 那你載我過去可以嗎 OK 我順路 但Lobie Wong就一直說 喂 不要有人載我們 危險 那些人說我不想走路 然後就上車 上車發覺 這個外星人 是混蛋 他說 帝國那些好啊 支持帝國啊 帝國的東西好才好啊 混蛋 我想說這段 處理的問題在於 你是覺得真的有危險 你之前才在那裂咎說 人呢 全部都是混蛋 你不要輕易信人 你既然有危險的話 你不要上車 那你又跟他上了一輛車 那些人說我不想走路 立刻上車不要留在這裏 他不想走路嘛 那就跟吧 Lobie Wong關心他 你別忘了 那些人就走路 你揹他都行 不算啦 那些人太小事 那些人又走路 然後呢 其實那個星球 周圍附近 已經是見到那些白兵 有很多白兵 甚至是說 我們要搜索一個JEDA的武士 那些東西 因為他終於知道 定點那個 巴士中站在哪裏 然後說 我要搜索JEDA 我去找他吧 然後 洗了一會 這輛貨車停了車 有幾隻白兵上了車 搭順風車 因為這個外星人是什麼 是帝國人 這個帝國人的司機 當然會裝上那些白兵 很棒 那些白兵是這個做什麼呢 搜索JEDA 你搜索JEDA 你搜索JEDA 那件事知道什麼 知道什麼樣子 然後整個Obi-wan 坐在那裏 這群白兵看著 跟他聊天 沒有人說的問題 我想說 Obi-wan是在隱密行動 是的 他的頭套 是沒有人套過來的 嗯 然後對面那些 應該知道他傳上的人 就是那些白兵 全部都不認得他 還有呢 你既然已經坐了那輛貨船 去到另一個星球 也知道帝國軍 是有可能追輯你們的 你不換衣 你那件衣服是什麼 standard的JEDA套裝 好像鐵華團走爛 那樣子 不要緊 鐵華團走爛 但一星龍基人真是聰明的 這裡的白兵真是智障的 這個真是智障連唱 這次真是智障連唱 上一集是有相有通緝令 你們要找 你們要搜捕JEDA 就算你不知道 你的樣子真的沒有收到通緝令 你描述也是描述一個 中年男子和一個小女兒 三妹是說得明白 他是特意把一個Layer回來 引Obi-wan 是 這集白兵就 繼承傳統 食塞米 真的拍不到 我覺得這個不是食塞米的問題 已經是邏輯的 不通信的問題 無論可能是沒有得到的 吞輯令 或者無論是描述 而不知道這兩個人 是你 要找的那兩個人 阿Gem 我真的是那個Rap Pro 所以白兵就聰明了 這個位置 暫時 我可以當孫的 放過他們 我當孫的 因為這個我之後才說 但是 他們中間跟白兵 有些對話 白兵也是在說話 在說話 在說話 因為他們 用了化名 不會用自己的名字 去說 我還記得 一分鐘說的 我覺得很冷靜 一個以前 做將軍 的Obi-wan 竟然 跟白兵吹水的時候 在說一下Layer的真名 出來給白兵聽 Layer 那一刻我只想在暗戰 第一幕 喂 阿強 說了不要叫名 他們還在說 他們原本就是 走話加上 然後在盤 他們說 為什麼你來這個這麼偏遠的星球 我跟他 剛剛失去了他的母親 我們來這裡 憑吊一下 然後 Layer 之前已經叫他不要發聲 然後他突然發聲 然後就說 不要發聲 Layer 那個可以用的偏朝文是 全場剩下司機減速 然後白兵就問他 他叫Layer嗎 剛才你說偏的名字 連白兵可以抖他 連白兵的志力也比他高 但不要緊 這個白兵真是昂舊 然後說 Layer是我老婆的名字 我那時候見到他 我就會想起他媽媽 我只顧著他媽媽 其實那一刻 就是 隔壁就想說 他只顧著 Panma 他根本就是想 隔壁說這件事 隔壁說這個 就說 對 我每次看著他 就想起他媽媽 然後拍他的樣子 好像很像情深一樣 我那一刻已經生氣了 你這個編劇 或者是寫劇本的 人 你有沒有看過1977年的 New Hope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看過 Obi-wan 和Luke在駕駛車 然後見到白兵 然後白兵問他 他就用這個FORCE的MIND TRACK 然後就迷惑了他 這樣就過了 你這裏用就可以了 你媽媽 很簡單而已 很多人說 你用完力 Incrisica 就可以追輯你 你記住這個項目 你寫著在桌上 那個第四集 我撞他慢慢說 Incrisica感應完 這件事 我想說他已經是層層的啡 好像上一集那樣 就是 你又不換衣服 你又穿了整個 真是JEDA的套裝 真的像鐵華團 鐵華團 鐵華團有自己開車離開 是啊 他們夾上風車 你連斗粒也不套 你衣服也不換 你遇到白兵又不用MIND TRACK 你還在響錯名 你還在響錯名 阿強 你是可以很失敗 才可以層層 去到這個位置 去到這個最終的位置 這個 你明顯看到西女人的聖戰 最終一件事 他要做一件事 就很肯硬要聯絡 根本就是要聯絡 跟Lear說 對 我每次見到你 就想起你媽媽 嗯 然後說 最後那些白兵真的 在響咕咕下車 即是他真的在響咕 不要緊 大家都在響咕 可能是打公仔而已 上次去過去 可能心想 如果你這樣更聰明 你這個說法更合理 這些白兵真的鬥不到 如果你這樣想 JEDA沒事 我看到他就死了 那你更合理 更合理 但是 接著 最重要就是 當他的白兵真的下車 真的不覺得他有問題 然後 Lear就跟Phobia說 其實你是不是認識我媽媽的 你是不是我老爸 你呀 我都想啊 我記得這裡 那些人 弄了那些Meme圖 很冷靜 即是拍了 現在Later Report 聞到的樣子 那個虎鵝圖 然後就說 我都想 我都想啊 我那張Meme圖很冷靜 哈哈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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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但是 一二三個時候有說過這些話嗎 他應該是 有沒有說過他喜歡Panel 不是 他一個先 一個先的意思 因為 他看著他 那時候就好像真的 認識我爸媽 我真的不記得 我怕我記錯了 有說過Lobby我喜歡她嗎? 當然沒有 她為什麼這麼想做人家的爸爸 她還說很可愛 我真的不明白她說她 突然想做人家的爸爸 我真的不明白 突然說她這樣的事 我也想 我真的不明白 我只是想看小東西 為什麼她喜歡Pagmy 不是說她喜歡那個 我記得她喜歡那個 我沒有看到那種方向 那你為什麼這麼想做人家的爸爸 想做人家的老母 她覺得自己失敗了她的徒弟 但問題就是 那一句是不明白 為什麼在這個時刻會出現 我也想 我真的不明白 你可以問這個問題 但答案不應該是這個 那一刻我沒有一種感覺 是覺得你只顧著Pagmy 那一刻你只顧著Pagmy 那一刻我覺得她很可愛 那一刻其實對白和譚真一差不太多 是啊 我又想著你老婆 我又想著你老母 這樣跟她說 我真的不明白那個情感怎麼來 是啊 那我們再層層遞進 經過這個爆裂套的桌子位之後 就到另一個桌子位 就來到 司機應該都覺得她有問題 哈哈哈哈 是啊 那兩個司機有問題 那來到一個checkpoint 有一個閘 有一個電子閘 那個閘我很喜歡 哈哈 在空地那裡 中間建了兩個閘 對 那基本上是擋車過去的 不是不行 但是比較昂貴 是啊 到膝蓋高的高度 有倒腰的 倒腰的 倒腰的 那到checkpoint 她一叫checkpoint 她第一時間做什麼 她戴上一個頭粒 剛才的白斤 那你剛才又不戴 是啊 你現在還有什麼用嗎 整個檢查站都在 然後呢 可能她的句話太昂貴了 其實她說的 你認不認識我媽媽那些事情 我都在想 這輛車不是很吵 其實司機就坐在你們旁邊 那天隔幾個位置 我覺得要聽就一定聽到的 然後司機應該真的聽到的 所以下車就跟一隻白兵說 檢查上說 喂 這兩個人呢 你鬥鬥他 因為這個外星人 你鬥鬥他 應該有些事情 那一刻去兩個人 我在想你真的是個司機狼 在司機裡面 就把所有機密都說出來 那些人 那開始進入這個 他們覺得緊張的情節 就是整班白兵進來 在這裡圍他 下車 下車 然後有個三會聲的偵察機 來到這裡還說 我們要用這個Formation圍他 我要scan他 scan他的樣子 那就是說 你應該知道他是什麼樣子 那些人是吧 然後scan到他的樣子 然後 突然就拔槍了 而且呢 神槍手一槍一個 上一集才沒有一槍中的 對 還有你之前才潛入不帶槍 現在有槍 OK 然後呢 神槍手一槍一個 然後呢 還有一個在high ground的白兵 那就是 我看那些人呢 Meme那些呢 然後就在那裡說 那個白兵呢 加回他的對白 I have a higher ground 然後一要射過去射 勾死他 我覺得這樣可能會加分 我代用一個槍來玩而已 是啊 但他當然沒有這麼小 我懷疑他也沒有看過聖誌 我懷疑他也沒有看過聖誌 那 如果你現在拔劍呢 用Force 我還是覺得這一下是好 但是呢 你用神槍手呢 那你已經衝突了 之前上一集的東西 那現在你懂得體術了 懂得用槍了 你很精神了 大家記住 一會兒還有其他東西可以說的 那殺死所有的白兵 然後呢 他就很急的打開電閘 是啊 要感濕那三條光柱 他感濕完光柱呢 他真的保留著我 這道閘是沒用的 因為 我知道這道閘是我截車 但是OV1要關掉 那就是他不關閘你 你過不了他 他拉一個Wideshot 我就看到這道閘後面的座樓 當然座樓那整個大橋 可以塞過去 沒錯 那我原本是以為 他們會回頭拿車去開呢 那就是正常了 我以為他是關閘後駕車走 誰知不是 你正常走路都是駕車快的 對呀 你關閘後駕車 我以為你只要給車過 誰知兩人馬上跑過去 跑過去 迎面而來 就是另一輛增門 上面有三個白兵 就指著他們 那OB1見狀 他突然又不神槍手 他突然覺得沒有了 這次仆街了 然後就站在那裡 站在那裡 等車慢慢駛過來 停車在那裡 停車在那裡 開了一個閘 然後那三個白兵 跳下來 再拿槍指揪著他 然後他就覺得 這次仆街了 就跪下成那些東西 三隻白兵 OK 大家知道白兵射人 是不會中的 你還拿著把槍在手 你剛才才 好像玩IPSC 射了幾隻白兵 現在那隻白兵 還要在車上 沒有開過槍 車趕來 你不敢射被射 你馬上瞄著 那些白兵去射 他沒那麼射 不知道為什麼 噁心 明明你剛才打的那隻三隻 你現在那些三隻 剛才那些三隻 你現在那些三隻 那些三隻是 跟你正面衝突 你打回那些三隻 現在你不打算射這三隻 就跪下 為什麼 還要他們看見他手上有槍的槍口 還要對著他們 都不敢做事 不敢屌鞋 跑去看那個沙咨站的車站而被人關了 有幾隻睡覺,一隻都刪了一半 你也覺得有東西吧 你馬上下槍指著叫他 你替我查一下你甚麼人 那些白兵可能全部吃虱米,在編劇上都吃虱米 沒有人做過這件事,真的能有那三隻白兵 慢慢走下來,我槍指著他 還是沒人才會射那三隻白兵 你到底三隻白兵要射多久 其實我都知道他為了要射什麼 為了讓大家驚喜 突然後面的軍官一人一槍 三人倒地 然後就說我是你的聯絡人 驚喜! Strong Woman Strong Woman是很重要的 出場安排他們說 剛才回到集合點 其實我是找到你們 但你們已經走了 所以我再回來再找你們 大家想一想 不敢拆對路 這個對白是很大的邏輯問題 就是說什麼呢 如果他去到他之前說的地點 然後再找不到他們再回來 就是說他已經是 那為什麼在那邊過來的呢 為什麼在另一邊過來的呢 猛虎鋼襲忌頭蟲 說不定中間有一條short cut過去 你不知道呢 呃... 如果他有short cut 應該之前已經找到他們 你不要問我 有short cut應該很快就去到 你不要問我 他究竟怎麼回到另一邊 換上衣服 跟那幫Strong Troopers 再去這個站 還要是相反方向的 What the fuck 對不起大哥 你不要再騷擾我 我說錯話對不起 我不鬥了 對不起大哥 沒事了 那就帶他 Lobby Ron 一些不簡單的劇情 都可以這麼bail 這些方向都可以 都是層層遞進的 去到Lobby Ron 跟這一個 Another Layer 就跟著這位Strong Woman 去到他所謂的安全屋 但是呢 Another Layer 都說我們信不信得到他 但是我們沒有法 我們都要進去 進去那間屋 就是這個 我所謂的一個 彩蛋安全屋 就是說 我們其實呢 有一個Network 就算幫一些 Force sensitive的 小孩或者人 走出去 裡面還有很多圖案 哇 很多彩蛋 沒有人用的 叫你老毛 其實呢 我想問一個問題 因為他這一集裡面 就在說 帝國呢 是會 追殺一些 有潛力 用Force的人 嗯 即是你沒有練過也好 你有潛力 你一定要對壞他 但是呢 我想起 好像第八集 在說 只要有心人人 都可以用Force Sorry 我佔了 哈哈哈 就是說 那個編曲的西洋人 可能自己沒有看過第八集 他自己不記得第八集說什麼 那算了 其實第八集我那個是平宇宙的 你不跟我算夠 是 花伊莫呢 我不是留意彩蛋 我只是留意那部機械人 在這裡開門 有部機械人就說 Layer就拿去甲蟲仔 就跟機人說話 那我當小妹妹天真 其實是OK的 Layer這樣做 但是呢 那部機械人很吸引我的目光 因為這部機械人 我經常覺得 他是人扮的 我覺得人扮不是說 什麼皮套演員那一隻 我簡直說這個劇情 這部機械人不是應該是 網絡的人自己套衣 扮成機械人嗎 我為什麼這樣想 他這部機械人 是完全沒有鋼手鋼腳的 他簡直有些位置 他的手扔得很柔軟 當年C3-3-0 在拍攝電影的時候 演員都說其實挺辛苦的 因為他真的要趕著趕著趕著 甚至當年的R2-D2 是真的有個人在裡面 但是這裡 他的感覺是真的好像人家的Cosplay 你是不是人來的 你應該是撞掉他 我真的覺得裡面應該有個人 我不是說皮套演員 劇情上我覺得他的人扮的 可能是細絲極恐 最後出了一個人出來的 你是這樣我更好一點 要不然你是連機械人 應該怎麼嚇你 因為這樣有些人說 CVPoE的舊型號 第一集的時候 Alecon弄他 Sorry,Rotron那一架 是不是這樣 Rotron後過你這套 Rotron是直接第四集的 你沒可能 Rotron那一架 那堆機械人實際 比你新的 他完全沒有鋼手鋼腳的 你以為我小時候看戰隊的機械人 他都盡量鋼手鋼腳給我 Metal Hero 他盡量鋼腳給你 現在完全沒有鋼腳的手勢 我只會覺得 從遠到你不是機械人做的動作 所以我經常覺得是沒有人扮 如果你真的有人扮 我可以 但我現在覺得他不像人 如果是的我收回這說話 但如果是那個王救 還有他們走進安全屋 我經常在想 這條街都算多人 當然有人看到你進來 很難看見 你的圖 還比豬肉佬更加出名 差中的營火蟲 他就像整固專家 後面貼著章子寫著 愛車文傑 還有大家在這裡可以開始計時 我稍後有一個點 是關於這個事件問題 進去之後 我跟他說 其實我們是安全屋 這個Strong Woman 就要換件衣服 就要保護 another layer 就逃離這個星球 然後 Lobby Wong 原來還有這麼多人 會救這些 Force sensitive 的小孩 也有些心感 有些欣慰 就在這個時候 重要的人物出場了 黑武士 就突然在街頭出現 他突然感覺到一些東西 Lobby Wong 突然感覺到 在原力上 好像有些失敗 就走出門口 看 就經過 黑武士 就在街頭 我想說 你的寫的角度 或者任何設定的角度 為什麼是你先感受到他 而不是他感受到你 你這些經意是 斷了越來禁錄的人 一個是全盛期的Dark Vader 他感受不到你 你感受到他 你會一說黑武士 那時候肚子餓 我正在巢 有沒有機會在這間餘棚板 哈哈哈 不過你不要燒那麼重 我最喜歡的東西就是燒這麼開 我就當你 這一刻 不是一個所謂 原力感應力 第六感的 走到出去 看到他的 嘩 很難吹腱 你現在的任務 你在什麼 跑車 保護Layer 你Man哥好像阿豪 那說 走吧 那他怎麼辦 Strowman 已經開慮了一個秘道 說我們走出去 就已經看到機師我們就可以走了 然後隧道 對 因為隧道秘道可以走了 對 秘道可以走了 比起我 我真的就說快走了 混蛋殘忍到來了 黑武士前面殺那個鬼 那正常你覺得你不會打的嘛 那些人經常說要拖十圓玉嘛 那你當然是要走的啦 這時候不是 躲下你先走 反之就是這樣 躲下你先走 我拖著他們 你拖什麼東西啊 你拖什麼東西啊 你有什麼能力可以拖 你用什麼計謀可以拖 還有你出去拖的人就更加知道這間屋有東西 就要搜這間屋 是 你進去一起進這座秘道 關上門 冷知嗎 還有另一件事 大家不是剛才我提過 留意他們進去的時間 他們進去 聊天 換衣服 到開一條秘道 在螢幕上的時間也不夠五分鐘 中間有一場就是白兵進來搜凳 沒有搜到 你在那時候開門還看到外面是日光 黑武士一出場 原來他用黑暗原來變成黑夜 那樣的 這些宇宙星球的那些 自轉時間我們地頭不同 他的分鏡真的像是刺濫 不黏的 你媽 其實本來他沒有想過這個問題 他那一刻沒有事出來要是晚上 他覺得這樣又有眼後氣氛 他沒有想過怎樣拍型那一刻沒有事 那你每次就趕到晚上才能進到城 是啊 是啊 進來的時候還是正午日光 出來五分鐘已經沒有 那間是精神時間的屋 哭不完你很厲害 根本不裝作合理 是啊 你才跟Layer說你不要那麼容易相信人 你見了這個間諜 你都不知道他是雙面諜 你見了他不夠五分鐘而已 當然我帶著Layer一起跑去橋隧道 有件什麼事 我把劍斬夠點東西 你相信Strong Woman真的保護到Layer 他不是雙面諜 叫你回去見三師妹嗎 我真是不明白 而且 我不明白他出去怎麼引開 引開什麼東西 你一起走還好呢 還是那句話說 這個真的很好笑 但是接著 開始就拍黑武士出來 有幾殘暴 我明白那些打手又會說什麼什麼的 我明白這幕想做什麼 想做黑武士隨機去捏死那些人 逼你出來 他想做一件事 但是做出來 就好像黑武士到處去買東西吃那樣 被串魚打我 那邊走過 要個麵包 他走過天 捏著這個人 有時間拖行 還有拍得很沒氣勢 我沒見過黑武士這麼沒氣勢 他走到很急 那黑武士以前那種慢慢走出來的感覺 大家最記得 那時候一爆到牆 他慢慢走出來認這個混蛋 他走到很急 以前呢 最近那些拆鞋子 沒有拆鞋子字 那些白兵啊 那些垃圾呢 先走了 他才在那邊走 人家在那邊走 現在他帶頭走 他走到一個拆著那個人 角度拍得很差 拍得很像普通人一樣 完全沒有那種黑武士氣勢 拍不到那種氣勢的 張鄭我很喜歡這對白 然後他還不斷捏死那些人 拖著那些人來走 就捏死那些人 很殘忍 這個時候三妹就是什麼 就是想衝出去 想我好像幫拖那些東西 然後韓哥說了一句 慢著 大哥說不要攻擊人 我們只是來搜捕人而已 剛才捏死那樣過 黑武士捏不定 是的 你走到大哥就到你被人捏 我明白 但是你不如直接說 我們來搜捕人 不要搞那麼多東西 那就算了 即是他連這堆白都是錯的 即是由他出場 又是不用這個帝國進行曲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 我真不明白為什麼 還有劇情方面 你想真一點 他是走了一段時間 他才感覺到有些不對勁 他才好像能感受到這個 No be wrong No be wrong也算了 你的女兒在這裡 你會感覺不到 第四集 三會 搞到他這樣 很明顯他已經有Force sensitive 喂 你感覺不到 不過這個 很多東西咬 因為 有些人說第四集 他看到Layer的時候 他都還沒感覺到他女兒 這個很多人咬 甚至有些人懷疑 是否是盧卡斯 漏了東西 就是漏了這個設定的東西 有人這樣討論過 所以 你說他感覺不到Layer 我還算一點點可以 但是你感覺不到 No be wrong 所以我感覺到是Obi wrong 你感覺到是Obi wrong 我真的覺得很韓狗 我意思是 好像你的Wi-Fi 學過到還沒收到Wi-Fi接收 那 No be wrong的Wi-Fi 就不知道用最新的6G 就收到 那再層層遞進 你看到 由Skype Call 到現在的黑武士出場 已經感覺到不對勁 最重要是韓哥 老闆叫我們不要攻擊人 我們來搜捕 你的判官也挺善良 然後最重要就是黑武士 捏死他們兩個 我最重要的是 不要攻擊人 然後來到這一集 我覺得是最屎 那個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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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No be wrong 引他去一個石礦場 一個東映的石礦場 是東映以前拍 打那種石礦場 更噁心 對 還有那句 你進了隧道 關了門 就行了 你說起隧道 要提到一件事 那時候三師妹 發現了他們的安全屋裡 是有秘道的 我想說三師妹 那一下子 我不是覺得他有什麼能力 我只是覺得他看了劇本 對 看了貓子 他看了貓子 才會在那裡 啊 那裡好像有問題 我先走進去 啊 那個按鈕有問題 我先按一下 那種假的程度 拍得住ERROR那些 以前說有什麼考有Feel 看了劇本才過去 贏了Viva那些 那些 我覺得是那個程度 是那個程度 但問題是那個193 我還看了劇本 很噁心 193有那個耳機 他會在一個很隱瞞的笑 我看了劇本 三師妹就假裝沒有劇本 這樣過去 很噁心 那這個位置就算了 稍後再說 那你可以說回Lobby Wong那邊 那Lobby Wong就很驚嚇 就在這個黑暗中的礦場裡 就在不停看來看去 然後遠處 看到Darth Vader 站在那裡 首先還是沒有正確進行曲 然後 開了把雄劍 然後 然後想著 喔 還不是Lobby Wong又穿了把劇本 然後Lobby Wong又穿了把劇本 拿起把劇本出來 那把劇本又穿了 然後兩個準備打 然後Lobby Wong又穿了把劇本 放下手 頂住 走 Oh shit I'm out 哈哈 哎呀阿豪 黑暗時很厲害 那怎麼辦 當然要走 他當然是走 這個語氣也沒有 他真的I'm out 然後說黑暗時的樣子是怎樣 我想起你一個Meme 一個perfection 阿專達拉華特 到處看那個Meme 在這裡攤大手 幹什麼 黑暗時在心裡想 你幹什麼 幹什麼 What 為什麼說這一集會這麼糟糕 在張力上面 我知道不管他們 相對於這個設定 破壞有多深 我心裡想我是不喜歡他們會見 那算了 我算了 這個我算了 我算了先了 我就當一個愚蠢粉絲 很期待你兩位舊演員 在Highground這段這麼深刻的劇情 決戰悲壯之後 教了這麼多年在這裡師徒相聚 應該是好人有迫力 好人有張力 你那個Lobby Wong要怎樣 好人害怕 Oh shit I'm out 唉 有什麼慘過 看得到掉頭走 就是 看得到掉頭走兩次啊 屌你老母 他還要拍到黑暗時 我想我有些聽眾 如果你有聽到我們以前 藍片松露研究會的聽眾 你就明白我們會說什麼 我們那時候說這個 《公園一萬萬年》 我們說有一幕 那些畜龍是突然間 沒有出來咬那些人走的 他拍到黑暗時 和喬畜龍一人糧 我一轉彎卡 時間到那邊走出來 我和喬畜龍一人糧 你一萬萬年了 還有我們Michael說的一個分鏡 是完全不接的 就是他很害怕之後 他是向鏡頭的右邊走的 但他下一下 在鏡頭的右邊又出來 這些是真的不敢接的 鏡頭經常說 那個位置你不可以錯 錯了別人 對那個地方的方形感會亂了 就是觀眾 他錯了 都算夠數 其實沒問題 還有他那個炮仙 那邊看起來 跟喬畜龍一人走 走走走走走 黑暗時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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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知走出來 你應該說黑暗時整個 Forge jump跳在那裡 Superway landing 我還可以 他不忍耐了 那黑暗時走得不忍耐快 你們前面跑完那邊走 就說不可以 輸人輸陣 不要讓他知道我跑步 我跑完那邊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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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個像什麼 我被人家那一幕 其實沒了人家的氣 他像Johnny Ingers 有一幕在香港的天台 結果人家那邊就打手 不停爬一爬 英格斯是開門的傻狗狗爬 那幕是拍得很漂亮的 拍得很有趣 但現在我覺得Lobi Wong就好像是那個人 就是跑跑跑跑跑跑 黑暗小傻狗的傻狗爬 黑暗小傻狗爬就在那裡 什麼事啊 重要呢 你要拍到這兩師徒很有感情 過了那麼多年後 一個就是 我當他的感情應該是對不起悔究 覺得很對不起他 而另一邊就是很憎恨他 那一場的動作是完全沒有表現這件事出來 他表現出了一個什麼東西出來呢 兩個不懂得拿劍的人在打 兩個好像不懂得拿 即是無論黑暗...你說黑暗沒事 我數回一些很經典的 無論New Hope那三部曲也好 Mulch 1 最後出場也好 Foreign Order 他的拿劍方式是怎樣的 他在巔峰的時候 他單手握劍都會劈死你 對呀 他在New Hope那裡跟... 那時候叫Ben 其實也是Obi-Wan Kenobi 兩個阿伯在這裡隔劍 那一幕是萬速光劍戰 常常在開玩笑 那一幕萬速的位置你都看得很好看 好知道誰想攻哪邊去怎樣擋 是慢了一點而已 不是星戰三的時候 趕緊趕緊趕緊那一隻 因為那個年代不同 但是他的那幕是速度不快 但是劍色你都看好 是誰想斬哪邊去怎樣擋 這個沒有的 好像兩隻古牙仔拿著兩群老牛的砍油 你老命我看古牙仔砍油 好想看那兩個 還有他的鏡頭也不忍 那些玩攝鏡或者剪接也很忍耐 還有你剛才說的那件事 為什麼當年的劍色那麼好看 因為他找一些真典劍術大師 去用雙手劍的方式去 其實某程度上有些人說 一至三個小時是劍模式 雖然很好看 但是很花巧那些位置 但是你兩種都沒有 我有些感覺是什麼 我竟然感覺七八九那些 好像比這一場還好看 是啊 喂 阿雷龍澳天那一幕 起碼Kairo Ren和他都有比一下劍 這裡是怎樣 這裡困好像西瓜刀 下一大兩個劍油在那裡 困一下都不知道做什麼 我重新一切 那些劍油是比他好看的 唉 什麼東西 那個屎的程度就是去到 廢老Luke都會用劍23啊 唉 我真的不明白他拍得那麼差 怎麼拍手 他連砍阿Bang那一幕 這裡要off topic 提一提 我們要提友台的L妹 哈哈哈 用了一個超逆的理由去解釋一致久的所有東西 打印出來 我都說得好笑的 但是 連那些畫面都覺得更有迫力 你在這裡做什麼懶惰啊 那十九幾年粉絲最感動 最應該覺得好看的東西 我現在覺得是怎樣 覺得你玩泥沙而已 還有這裡我可能講快了 我覺得這幕戲為什麼本身整個都這麼笨 因為你說掩護人走界 其實你是掩護不了的 你反而其實跟Layer一起去做的 哈哈哈 你要怎樣做才做掩護人呢 其實劇本已經撿過了些位置 因為他後來 講快了 他後來看到那些類似反抗軍人 即是幫人走的 你看到那些人 然後繼國那些人才殺到來 然後他一個人在頂著 但是那些人讓那些人走 會不會合理很多啊 你不是有那種掩護人走 就像他們想在相機走 以後最後不知道怎樣 可能Layer走不及就被人抓了下來 那就可以了 你選什麼東西的 現在掩護什麼東西的戶啊 打速王現在在這裡做什麼東西啊 供了一百萬年了 而且他這個所謂掩護 更加傻疚之處就是 你看到Strong Woman 和AnotherLayer 走到這個秘道的一段路 然後Layer突然看著她說 你回去幫她 蛤?! 你讓我回去幫她 那時候他們在隧道那幕 就是Layer跟那個Strong Woman說 你回去幫我 我自己在前面走就搞定了 然後那個女生就走回去 找她 Layer就繼續向前走 正常 照常理來說 Layer就應該去了出口的位置 那Strong Woman 可能有別的秘道出口 或者什麼 沿途出去 沿途出去 那另一邊箱呢 就是三師妹呢 在那個入口那裡走進來 在入口就看到 有景觀進去 那照常理來說 是不是應該會她先遇到 Strong Woman呢 是 是 我隨便當中間的其他窗外出了 我當中間你有個洞 沒有人在那邊表示 我當有 我當有 那你撞不到她 那Layer出去的時候 怎麼都比三師妹快 但結果我看到什麼 三師妹在出口等Layer 我在看什麼 為什麼她快過去 幹嘛懶惰 我要確認一下 我沒有記錯三師妹都是跑過來隧道 她不是兜出去找其他路過去 她是安全路 她在安全路進去 找到那條路 除非兜出去 不知道去碼頭可能快 但是不是你也進去 你也不知道出口在哪裡 你怎麼兜出去 你為什麼可以快過去 都說讀了劇本 都不知道怎麼可以到出口 你以為你讀劇本 你早就倒掉了 那屁股 你第二集就完蛋了 其實第二集我當然是完蛋了 你真是瘋狂 你為什麼可以翻個Layer 在那裡 重要就是Strong Woman 在秘道出來 然後可以在 盤官 加上那麼多的Strong Trooper 完全在圍著整條村 他可以去到 找了一個黑一關出來 他也找了一個黑一關 一槍就堆壞了一個罷兵 然後第二槍就射爆了那個 不知道什麼東西 地上的礦石 礦石那些東西就爆炸 整地都是火 那些人是怎麼去的 那些目的地 信義 原來呢 但Spider不是這遊戲 Quick Travel那些 當日 這個Rae 遠距離原力傳送光劍 被Ban那時候 就已經可以證明原來原力是這麼冷靜 我怎麼管 都不冷靜 但是Straw Woman沒有原力 可能他有 那他又為什麼不想被抓了 他又會被抓了 那你剛才是不是沒有說到他 對呀 我喜歡留在那裡 DBQ的幕我還沒說 那去到層層大進 兩個人對劍已經是死的了 誰知道到最後那一幕 我覺得這套東西是時王 即是激怒我劍的 就是他們兩個終於打到一個石礦場的中間 那真的不能夠打 但真的沒有理由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 十年沒有練劍 一定要用光劍才弄到劍 一會兒才慢慢說 就糟了 那一刻沒事就用他的Forsescript 就一下子捏著 Obi-Wan就在空中 那我想說 原力是有得困的 你困一下 畫面上又好看 兩個也都顯示大家的實力 你對抗一下才捏著他可以嗎 那些打手門 即是我那句 我不希望你打手說 Obi-Wan不可以用原力 如果這個情況你也覺得不可以用原力 我沒話可說 我沒話可說 死到臨頭都不可以用 是不是 你覺得是就可以了 你講了一刻 你過了自己的關就OK的了 那你沒有理由這個武人不用 你不用原力的目的 你又不想被帝國的人發現 你用原力的尾 那你現在就是被人砍 你用原力的沒有問題 沒有的嘛 那算了 他不困 他不連過去了 我當第三個鍵去頸 我當啊 接著Rader就想了一些再殘忍的 他用東西拔掉了一群鋼石 滾在那裡 再把他砍掉 好像是點火一樣 點到中間一片火海 然後就繼續用那個 FORCE的鍊子 OB-1 拉他過來 他說 我要讓你感受一下一樣的痛苦 當你燒我BBQ 上次你當我是雞翼一樣燒 混蛋 今次我當 牛仔骨 牛仔骨 我現在就說牛仔骨 就拔掉了 其實事情本來就OK的 OK的 但他那種鏡頭處理手法 真的好像 看到一個歪了 拉著他 在火堆上滾 我不覺得你有多麼痛苦 當日我在畫面上是真的感覺到 阿勤燒得他多麼辛苦的 我那時候很在乎的一件事就是 打鬥的預約 我很介意這件事 這兩個無緣無故 兩個人跑去石礦場的位置 然後 黑武士一下子就捏了他 然後OB-1那時還保持著 豪狀態 還保持著走 捏著他再點火 拉他過來 其實什麼樣的逼人都沒有 如果黑武士一進去 點了他的火 再跟OB-1 打鑊金 隔一下劍 隔一會 打到你埋著牆 再練夠你拿過來 會不會好貓好癮多 你現在無緣無故進去 就好像兩師徒 你知道什麼 燒東西吃嗎 混蛋 進去 師傅我討勞 不過我今天沒有帶雞翼 當你的雞翼 這樣就拖他過來 做什麼事 沒有迫力可言 我不知道為什麼 那些人說好癮好追 我神經病 燒東西吃 這樣燒東西 然後就拔他來燒 還要繼續燒 我感覺不太燒得著他 那件衣服也沒有著火 那算 我真的不明白 那算了 我覺得有個位置是很有趣的 他在燒燒的時候 無緣無故 就拖了OB-1去前面 然後跟白兵說 幫我拔他回來 那你白兵就這樣說 老闆不如你拖他過來 你拖完就你被人演 我覺得 為什麼會這樣安排 他拖了他 拉他過來 為什麼拔走了他 然後叫別人過來 他這個致敬香港電影黑社會 在山上拿一個人塞了木箱 扔下去 扔下去 扔上來 扔上來 你真的是致敬黑社會嗎 怎麼能 怎麼能 這裡你拖回來 就是你想抓他 我想繼續玩的 你想繼續玩 你抓回去刺藍也好 抓回去白刺藍 中敵武漢去找機頭四出來 小戰機頭四 我還覺得你是創意 或者你想浸多一次他下熔岩 或者切斷他手腳腳 像你這樣 沒所謂 覺得很正常 下一幕就是Strong Woman在上面 一下子再打一些構思 又起火了 然後整班人包括黑武士 是不想知道他在哪裡 是不是大家對HIGHGROUND的屬性 是有雙黑的 就是他站在上面 他又看不到 還有我想問問題 他真的很嚇人 然後黑武士好像被火截住了 然後對面的機器人就搬了Obi-Wan走 我想問那些火是Soromon怎麼回事的 是呀 之前誰會關火的 阿Rida 那為什麼你現在不關那次火 我想說除了關火 就是用Force Push再關一次火 或者拉你過來 火你關一次給我看 你可以用Force Push再關火 第二你可以又關上Obi-Wan 這個是全聖士忌 第三的時候你就可以跳過去 你走過去 你的衣服防火的是不是 如果你走過去 在一個念中再走過去 我真的很害怕 我真的害怕 如果你走過去 你再被人擠幾槍 摺著走 我更喜歡 但現在周圍的對白 那些白兵的對白 啊 走不過去 哎呀 我看不到他 重新一次30秒前 我才看到你老闆關火的 那飛達這個時候他還有什麼決定呢 他決定掉頭走 他是先看一會 哦 看了一會 看了一會 在想我到底能不能過去呢 都是過不了的 然後掉頭走了 其實呢 想問多一次 這個Vader大家公認的 差不多是全聖士忌 最近很厲害的時候 沒錯 你關於他那種力量 他可不可以連機閒兩架一起練過來 想走 沒那麼容易 還有我也是那句 我好想介懷的一個位置 就是你關了一次火給我看 他是幾秒鐘之前關了 你關了一次火給我看的 現在被人點火你不認識的嗎 不行的 做人說禮貌的 我們帝國好人說禮貌的 火你點的 我不准認識的 就是你宵夜吃的 那符號是你 阿騫哥透的 我不准把水淋下去的 有幾個塵爛 走過去 你走過去 一跳過去 這個製作者不准認識 Foss of Drum 我知道的 你走過去 他跟爛火賠一樣 有人說他有創傷害為證 不敢走過去火 那你剛才又玩火 不要這樣 我真的想到這 你說他怕火 你有沒有看到他的基地在哪裡 要面對自己的恐懼 你面對自己的恐懼十年 這個火堆真的很恐怖 所以我真的很害怕 比他在家裡的熔岩 我原本以為他在熔岩裡 是慢慢玩刺藍道的 真的是 我真的看不明白 我真的看不明白 那個陳蝶的程度 是上一秒和下一秒 是完全可以創立的 沒有一段效果的 我終於那句你吃了 可以到這個level 我終於那句你吃了 刺火給我看的 我上一集 我做完那兩集之後 我已經沒有期待 怎知道我真的看得生氣 我那一刻真的看得生氣 那些人的review就是 怎樣用40分鐘 去摧毀Nobe Ron 和黑武士 我是不相信 我看完之後 你厲害 你辯事很厲害 你真的做到了 屌你老婆 好厲害 還有一句 這集拍到黑武士 是很沒氣勢 走出來沒有以前那種鏡頭 拍到很威風的感覺 零霸氣 我覺得黑武士的角色 能夠讓你拍到這麼沒霸氣 也真的不是那麼容易做到 那種狠狠 是由一開始的層疊 去到中間 你要固電子的layer 去到 你要發救他 然後還要layer跑過去 不知道為什麼 三妹在那裡 到最後三妹再抓到layer 為何會這樣 為何這些劇情不動 你這裡真的摸一條 叫人家努力 要暴龍哥這樣說 消片作為一個星電粉絲 錄了整個小時 你厲害 哎呀 還有我想說 他在西冷道 連出場的機械 我那裡有問題 現在才覺得很麻煩 連機械我覺得是人辦的 才麻煩 還有那個機械 那個位置是做得好的 那個機械人 為何會走過來的呢 他應該在那個入口位那裡 那拍到石礦場地路不一樣 不是的 怎麼可以在石礦場後面 是啊 他不是在黑武士那邊 有路兜的 那應該會撞到三仙妹的 可能有人噴射氣 那程度我看完之後 我問大家是不是我的問題 為何那麼多人讚 為何可以第三集那麼多人讚 是一坨 大家還在讚 嘩 很緊張 很有情懷 說處理得很好 鎚什麼東西 我吵你老美 吵你老母 就是這些 什麼東西黑武士來的 他連robot chicken 那個黑武士都比不上 你吃屁肌 你吃屁股 你吃屁股 你這集真的跟是想的長雞 跟着我還要看完這一集 我看到neko說出來這個 DBQ場景 很 pen 這個場景很明顯 現在升佔燒烤樂園 什麼十年沒練劍啊 當然變廢人 那阿Luke靠你就糟糕了 還會這樣說 阿Luke應該是沒有不碰把劍 喂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第四集的Ban可以 那個Kenobi可以跟Dark Vader隔到劍 他最後那一刻因為要犧牲自己 要激化阿Luke才會死 我真的不知道 已經是挑戰了所有的 就是剛才你說的1977年那幕就是 我們已經很久沒見 然後你那時候還是一個師傅 現在已經是一個大師 這樣你見到真的很厲害 這一集真是摧毀了所有東西 為什麼我這麼生氣 你搞糕七八九 你搞糕圓著你搞糕廢老Luke 你現在還要請回Haiden 又要請回Maguya回來 我們就是要拯救Lobby 為了的是什麼 為了是你那幫Sraw Woman 其實我又討論了 三位有幕的演技很厲害 他進去那間房間 發覺其實是一些反抗軍那些地方 他掃低一些東西那一幕 塞的程度 是有如這個Kairo Wang 砍電視螢幕那一刻 那種浮誇是絕對像Kairo Wang 砍電視螢幕的 我真的經過這集 我真的經過這集 我不知道為什麼那些人追得落音樂BBQ場面 追得落這一集 Kairo寫 comment就是 哇好看啊 卡帽士出來好看啊 你媽媽 你看看卡帽士這麼多年 合道一號 Foreign Order 尤其是Foreign Order 二師妹真的要吵架你 這麼辛苦 看得到三師妹會這樣 真是瘋狂的 就像藍哥那樣說 Robot Chicken的Dark Vader 都比你現在還好 我屌尾連Robot Chicken都比你還好 混蛋 屌尤其是有人生氣 我也不想過這麼粗口 唉 就是 當然啦 花生我們最後才說 花生最後才說 但是這一集 是什麼 是屎啊 是垃圾是屎 你真是屌 如果你覺得這集沒問題 是你有問題 不好意思 我不尊重其他意見 因為我覺得 如果你的意見 真的不是意見 你去打手 嘩好看 哪一人道好看啊 又哪一人道好看啊 唉 屌尼龍尾 第一次來到這裡差不多 你下次再回來 下次會應該寬樂一點 下次開心很多 下次我們說是笑臉 下次我們會很寬樂的 不會那麼生氣的 好 休息一會 請你 rug正 毛子 爹 女 說 髮 淚